在大陆5号感染者突破2万大关 最新的通报再增加了22995例 而在疫情严峻的上海呢 是占了近2万例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3月中旬 寒敏封城27号轮流封控 到30号静态管理 但是现在包含了在4月初 好病例不断的增加 那么在欧默狂病毒9成都是无症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了在江苏跟浙江 像是杭州呢 就出现一例无症状的患者 逐渐商场现在紧急封闭 还有呢两线业数百货公司 除了上海之外包含了江苏浙江 现在有提供6万个隔离房 还有呢在上海全市 有1.1万的外送员 现在大家也要来查一查 到底这个病毒的来源 到底在哪里 而且在上海的疫情 持续也影响到台商 像是在昆山封城到8号 这是个台厂的大本营 所以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80间的台厂都暂时停工 百货公司外 救护车警车把商场围起来 杭州来福市百货 新增一名无症状感染者足迹 先锋再说紧急关门 2000人被困百货公司 核酸检测阴性才能返家 必须等结果走不了 有人夜宿咖啡厅 大陆风控炎 尤其疫情严峻的上海 单日再新增近2万新冠本土感染者 境外输入一例来自台湾 持续风控 凡去过上海 一律被列为密切对象 一名货车司机去上海送货被扣查 困高速公路 七天来都在货车上度过 十个小面包成七天 一件特警把自己的便当 和一盒八宝粥给他当场爆哭 至于外地来的货车 驾驶开到上海 遇上风控 只能待在货车 没东西吃 居然摘生菜吃 上海本土感染者 已超过10万例 阳性感染者隔离后 6号全市在普筛 由于近日国际包裹被验出新冠病毒阳性 就怕快递员成为活动病毒员 官方也强制 快递员每天都需采PCR 疫情之下 上海迪士尼演员倒是苦中作乐 变身蝙蝠侠 独角兽和公主们开阳台派对 记录隔离时光 灾情仅次于上海的吉林 风控了20多天 一名女子囤货 把家里堆得如超市般 糕点面包样样有 让网友惊叹 超市都没你家开得全 这里谢谢片于北京报导 好 现在全球的疫情都持续在升温 那么尤其是学校部分 小朋友大家很担心 现在日本马上就要来到了开学季 在日本的新学期 现在面临新疫情 全日本在5号新增确诊超过4.5万人 没有如预期的减少 因此现在各个学校绷紧神经 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学校是进行普筛 那么开学典礼要来分批 还有校哥就播放CD 并没有合唱团 那么日本也决定在4月8号凌晨0点开始 对全球106个国家来解除入境的限制 包含了有美国 有英国 有法国 那么开放的标准依照疫苗接种 还有在各个国家的疫情的控制情况 但是这里头并没有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在2020年的11月1号 就从日本的拒绝入境国家移除了 所以并不在这一波的106国的名单当中 我们带来看 一年级小学生背着新书包上学 开学典礼中家长以温暖掌声 鼓励宝贝儿女开始新生活 日本在新冠疫情下 这是学校第三次举行开学典礼 由于目前面临新一波疫情来期 有些学校把典礼时间缩短到只剩15分钟 也有学校选择采取分题进行 日本疫情持续延烧 34个都道府县的确诊人数 都比上周还要多 长野 辅导 新屑 以及工程县的确诊人数 更是创下史上新高 专家观察到传染力较高的BA.2 逐渐成为主流病毒株 并预计在6月上旬 全部取代原本的BA.1 另外年轻族群的确诊人数 也超过全体的一半以上 专家担心底棋坡疫情 很快就会开始 由于施打第三剂的总人口 只有43% 政府为了促进年轻人 赶快施打第三剂疫苗 决定与各地业者合作 只要出示施打第三剂的证明 就能享受各种优惠活动 针对边境措施 日本政府也即将在八号起 对全球一百零六个国家 解除入境限制 至于台湾 因为早就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号 从日本的拒绝入境名单中解除 因此不在这一波名单当中 不过这次解禁名单 也只有开放商务和学生入境 一般旅游还要再等等 综合报导 水神抗菌液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 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 推荐代码CTI 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